腾讯体育10月8月选,2018NBA中国赛深圳战打响,在上半场比赛,76人以61比57领先独行侠,NBA砍下20分,西蒙斯9分6篮本4助攻,科威顿13分。 独行侠冬谢奇11分5助攻,丁燕宇航暂时未获出场机会,正视频直播NBA中国赛深圳战苏炳天助阵丁燕宇航恩比德双手灌篮在NBA中国赛上海战的比赛中,冬谢奇手感平平。 3分球4投0中,但今天的比赛,冬谢奇上来就火力全开,独行侠首次进攻,他就接到马修斯的传球标中3分。 过了几个回合,冬谢奇又在外线发炮,连续接到队友传球远投得手,打了不到5分钟,冬谢奇三分球,三中三卡下了9分。 76人这边则主打恩比德、福尔茨和西蒙斯,连续为大地输送炮弹,手节还剩10分36秒。 西蒙斯基的妙传,恩比德顺势转身上篮,将球打中还造成犯规,打三分得手,手节中断。 独行侠集体找到进攻感觉,骂修斯、史密斯和东谢奇连续命中中远投,鲍威尔上演了一个精彩的单手批扣。 独行侠完成了一个13.2的攻击波,取得优势,但此后,76人开始版,尤其是西蒙斯,他先是撞开克勒贝尔,灌篮得手,因怒吼凳是对手吃到技术犯规,之后,西蒙斯防守端完成抢断,迅速发动快钩,稳稳上篮得手。 西蒙斯表演完后轮到恩比德,他先是中距离跳投领中,之后时,球单打到内线,一个漂亮的转身动作,然后拔起跳投,再度将球打中。 76人回进12-5的攻势,剑影29-30落后独行侠,刺劫,76人延续不错的攻势,恩比德罚球,雷迪克和科威顿连续命中3分。 他们又是一波10-4的攻势,半超了比分,剑球队失势,鲍威尔挺身而出,他先后接到东泄奇和许逆斯的传球,完成了两个空接爆扣,将分差缩小,之后的比赛更加矫正,西蒙斯强行突破,然后转身中逃,不仅将球打中,还造成对手犯规。 恩比德则和克勒贝尔交上了劲,克勒贝尔在恩比德面前轻松突破,跳投得手,回过头来,恩比德内卸强攻,将球上进,造成克勒贝尔犯规,打成2加1,依靠恩比德和西蒙斯的进攻,76人逐渐将优势扩大。 独行侠所幸保持着不错的外线手感,克勒贝尔和马修斯命中两季三分,办场结束前,克勒贝尔和恩比德先后爆扣得手,76人以61比57领先独行侠,祥恩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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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